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师父 您昨天联谊会录音开始的太精彩了 师父 师父您稍微休息一会 人家所有整理出来了 他们想再说一下 师父在昨天的联谊会录音开善积善的方法 非常精彩 他说师父叫我们曾经说过一善结百在吗 菩萨也告诉我们一定要行善积德吗 师父是这样说的 摘录的是这样说 师父开始的 人家讲别人不好 自己不讲别人不好 一次一善 人家传播别人不好 你去劝他 一次五善 对父母亲一天尊敬不顶状 一日算一善 工作一天非常努力 一善 尊敬长辈 尊敬领导 一天 一善 放生一命 一善 小命十命为一善 小的生命为十条命为一善 大命比如狗牛为十善 一条大鱼一善 一条黑鱼一善 把死掉的小动物埋葬 一条命五善 如果生小的比如麻雀五条命一善 安慰有烦恼忧愁的人一次一善 用米饭喂小鸟 蚂蚁 小虫子等 两次一善 见到伪丁劝人不要学为一善 为君王亲友父母知识 寿经一卷两善 念佛号天生两善 礼佛百拜 为别人拜是两善 为自己拜是一善 将大成佛经 五人浏览一善 借人财富如期而还 不过期限一善 把各位善行大德 用向善的话语发给大家看 是善 见善必行一次一善 知错必改一次一善 向老板上次说别人的优点 向别人推荐其他有能力的人 一个人才是善 见到别人骂善人 劝他不要这样做 五善 别人骂你 你不骂他 一次一善 别人伤害你 你不伤害别人 一次一善 自己承担过错 或者把功劳推荐给别人 一次两善 宣扬他人的善行 一次一善 竹死一条鱼 削路二是善 愿天犹然一次 削路三善 师父 这不是我讲的 这是你讲的 你不是现在在讲吗 哈哈哈哈 不是不是 这只根据师父的开始整理出来的 跟你开玩笑 哈哈哈 师父 想问一个问题 这里的善是指的是善业还是功德呢 师父 请开始一下 应该是善业 善业 因为呢 实际上呢 十个善业才能成为一个功德 哦 十个善业成为一个功德 啊 谢谢 所以你要做师听 对妈妈好 跟爸爸妈妈不吵架 你才会有一个功德 你想想看 功德都不容易 功德非常 不容易 那师父 实话说 一善别百哉 一善有多大 那救人一命 胜到七级佛陀 那这个一级佛陀为几善呢 师父 这个问题 七级佛陀 你算一下 没人知道了 一般的 救人一命 就他的比喻就是 胜到七级宝塔 七成塔呀 七成宝塔就是功德塔呀 实际上就是说 你今天如果能够救人家一命的人 你已经拥有了 这个我们说的是功德塔 功德宝塔了 但是 并不是说以一层一层来算的 七成为一个单位 七成宝塔 一般的你去看小的那种宝塔 也是七成为一个单位的 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 那师父 这种七成宝塔 它能和 一善来 多少 等于多少善能 换算吗 师父 这个问题 等多少善啊 对对对 这个七 七成宝塔 救人一命 这个七成宝塔 七成宝塔嘛 就是七成宝塔一般呢 就是我们所讲的 你要救人家一命 这个一命 或者这个人要死掉了 你把他救活了 比方说这个人已经不想活了 自杀了 你因为通过佛法 你把他救活了 你就是 这个是完全是全善了 这是全善 过去我们说善良 善良你如果发心不振 人家说有善 但是呢 没德 善德善德 有善无德 对不对啊 一个人快要冲死了 喝醉酒的女人 在马路上躺着 你把他救活了 弄醒了 这是一善 但是你又做了些 不如理不如法的动作 那么你就是缺德 所以叫有善无德 明白了吗 哦 那师父如果度于一个人学佛心心 从此命 他这个人从此命运改变 这要叫全善了 是这样吗 师父可以这样理解 那当然了 全善嘛 其实就是缘荣呀 全善就是我们说福德缘荣啊 这个人一边有福 一边有道德 有道德的人不停的去布施 布施了又会有福 有福了再有道德 再布施 实际上这就叫缘荣啊 明白了吗 哦 明白了 那师父 全善的话也可以称作为功德 是这样吗 是这样理解 如果你全善就可以称为功德了 因为你全善没有一点私心了 无我了嘛 无人相了 你不是针对某一个人呢 对不对呀 你比方说今天 这个普罗大众这么辛苦 你在度他们 你讲的非常简单 对不对呀 那你说 你没有一点点功高我嘛 没有对他们看不起 你说你是不是全善啊 对对对 如果你看见这个普罗大众佛法都不懂的 你不屑一顾的你对他这个样子 那你说你又在救他 他来问你你来救他 但是呢你又对他不屑一顾 那你说这算全善不啦 这算有功德不啦 不不算 他这算功德有路是这样的 对啊 你在替我教育教育人啊 对不对啊 不不敢不敢 那师父 那我问你 那参与社佛台算几善呢 可以佛台至少两善 至少两善到五善 哦 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 很厉害的 那谢谢师父 他博台 你是帮他捡起了贿命了 哎呀 太好了 明白明白 那师父 你开始我为君王亲友父母善知识 等诵经一卷一次说两善 一卷可包括包括大悲 也可以是大悲度和礼佛 请问师父 我们现在念的新经经其他小咒 也算一卷吗 那当然了 那当然了 这个卷是怎么来的呢 过去古时候 他还没有指的时候 都是用足筒上 写在足签上的嘛 对不对啊 对对对对 就是这样的 所以他把它卷起来就叫一卷 你想想看 哦 一卷两卷嘛 就这么来的呀 所以你想想看古时候 所以这个 这个这个藏经阁里面 全是 全是这种啊 拉开了之后 全是竹啊竹子啊 对对 对九种竹子 明白了 明白了 一卷 一卷 大悲度也很长了 大悲度一卷 卷起来的嘛 一卷嘛 明白 那师父 那给我们的父母一张小房子 送一张小房子 算几帅呢 师父 那很厉害了 那至少五帅到十帅了 哎哟 所以你说说看 你好好地念一张小房子给人家 你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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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说去功德无量啊 功德无量 那师父 那师父 给我 尊师重道 给我们的师父 一张小房子 也算 也是 很功德无量了 师父 你去问问 给我小房子的人 你去问问他顺利不顺利 他不顺利 他会 他会继续给我的 你去问问他 明白明白 明白明白 谢谢 谢谢师父的 此备开设 师父 您开示 昨天不是开示吗 主一次活于 消二十善 而念一遍礼佛 有两善 是否可以理解为 主一次活于的业障 可以通过念十遍礼佛来消呢 师父 这个问题 其实这个比例应该是恰当的 恰当 因为你杀了一个生命 杀了个生命 至少十遍吧 所以我平时都是 平时都叫你们 比方说 十七遍 五遍 十遍 一个小的就是五遍 一遍大的 就是至少十三遍 十七遍 再大一点 就是二十一遍了 对不对 还有一个大的 是一百零八遍 那就是造了大的业了 是这样的 这是对父母亲 对师父不尊敬了 这个都是人家说 七十灭祖 这是大的问题了 一般的 如果你心中 存有对师父 对父母亲 非常恶的信念 那么就一百零八遍 只是不当心的犯件 那就是几遍就可以了 明白了 明白了 谢谢师父 到此一开始 那请问师父 行善多少 可以作为 临终时最后的考核标准吗 行善的多少 可以作为 临终最后的考核标准吗 那当然了 他实际上 你靠你平时的行善呀 你想想看 你行善一定积德的呀 积德 积德多了就是积德功德了呀 那师父 行善多少 行多少善 可以报天界 行多少善 可以作菩萨呢 师父 这个问题要 这个问题 你这个要问清楚了 行多少善 要不做坏事的话 行多少善 你都能上天 最最讨厌的 你行多少善 你还在做缺德的事情 你还在犯戒 犯这种罪孽 那你行多少善都没用 听得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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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师父 那将来超脱六道的话 这个行善 多少也是考核的标准 可以这样 一辈子行善 不做恶事 你如果一辈子 不做恶事 你不行善的话 你都能达到小成佛法 明白明白 你知道一个人 你在活在世界上 你只要不做恶事的话 实际上你已经 很多是做好事了 不懂啊 对对对 对对对 你我问你 人家都在伤害这个人 你不去伤害这个人 你是不是在行善 积德啊 你不是做好事了 是的 但是他是非常辩证 辩证的一个 一个一个 哲理的问题啊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明白了 那师父 你如何理解红颜薄命呢 师父 红颜薄命嘛 我那天已经讲了呀 对不对 一个女人 长得太漂亮 那么很多 会引来很多人的 这个 这个忌妒啦 玩弄啦 然后呢 你可以顶掉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但是你 因为这个年纪 到底太轻啊 你顶不了 所有世界上那些 这种流氓啊 这种强盗啊 这种 大佬啊 那些各种各样的东西啊 到了最后嘛 你就可能就 可能就 终有一天 你顶不住了 你就决敌了呀 你就这个人就完了 好像听说 香港好像有一个 什么明星也是这样的 太年轻了 太漂亮了 那个时候红的呢 后来一塌糊涂 所以就是告诉你们 红颜实际上 也是个可怜的 他就是来还你 债的 所以一个女人 真的不要长得太好看 长太好 讲老实话 你长得太好看 我们都不理啊 真的 你看看谁 谁敢跟那些 好看的女人在一起啊 是啊 那吓都吓死了 这个平平淡淡 人家都很开心的 你一好看 接下来 你娶个老婆太好看了 你不稳定啊 你不放心啊 你娶回家 你都不放心啊 你有多少钱养他 比你有钱的人多得很呢 比你有能力的才 那种男人多得很呢 你终于有一天 把他丢失的呀 好了 那你这个不是自己 找痛苦来承受啊 这个真的是 不要太好看 对不对啊 两个眼睛 一个鼻子 长得比较端正 不要歪歪斜斜嘛 可以啦 对不对啊 对对对 你罢了 谢谢师傅的 谢谢师傅的 此地开始 师傅 哎呀 您 您昨天 再说一个 这个又在了 您开始的太精彩了 师傅昨天联谊会 针对发脾气的开始 这样说 脾气大的女人 生出来的孩子 必多死或多病 发大脾气 给孩子喂奶 孩子会很快死掉 发小脾气 给孩子喂奶 孩子一定生病 发脾气 是一切如来都救不了的 嫉妒怨害人家的心 一切如来金刚 天神 五通千都无法救 发脾气 火烧功德林 功德林 对普通人发脾气一次 毁灭 一百大劫积累的福德 必处 顶撞 父母的 参 参汗发气 佛 福伯命前 请师傅开始一下吧 师傅 福伯命前 你跟师 你跟自己的爸爸妈妈去顶撞 去跟他翻桌子 你这个人没福气的 对对对 你比方说 你已经拜师了 你跟师傅顶撞 你说你这个人有福气 命肯定保 命保 那么足出三门了 对不对 人家其他的弟子都不会原谅你的 人家都很爱师父 就你一个对师父不好 人家 人家每一个人心里骂你一句 你就是这个被骂的那种业障 你都承受不住 对不对 是否 弟子也是忏悔 以前对父母顶撞过 哎呀 忏悔 顶撞过这个是很正常 问题就是不能骂 顶撞没关系 我的意思就是不能骂 你你比方说 以什么为标准的 顶撞了爸爸妈妈没生气 你这个不算大的业的 你如果顶撞了他们气的 半天讲不出话来 你虽然没有怎么大顶撞 你就是一点点 你把他气得来 话都讲不出来 摊在床上了 中风了 你说业障大不了 大大大 就是这样的 那师父 您开始发脾气 是一切如来都救不了 您开始一下吧 就是说 当一个人在发脾气的时候 连菩萨佛都远离他 因为救不了 因为你是在造业的时候 所以人家说 你为什么在造业的时候 菩萨不突然之间跑过来 拉住你 因为菩萨他们这种干净的 干净的地方 他们这种思维 他们见不到别人的恶的地方 所以你在行恶的时候 他看不见 他不想看 听得懂了吗 明白了 明白了 你弟子还以为发脾气的时候 菩萨突然来了 加持加持他 让他消消火就可以了 是很难的 因为发脾气的时候 消火请菩萨来是有的 要你自己念 你比方说你发脾气的时候 你马上念观世音菩萨 你救救我啊 那么菩萨才会来帮你消掉 你在根本脑子里 没有菩萨的情况下 拼命的骂 闭着眼睛就怎么不停的骂 你说菩萨怎么救治了你啊 他制止不了你的 明白了吗 是的 明白了 明白了 那师父 你说对普通人发脾气一次 毁灭一百大劫积累的福德 这么厉害师父 就是这么厉害 我问你啊 有的人 现在你就知道了吗 你骂人家一次 人家告你诽谤 你就进监狱了 这不是一百大劫啊 这一百大劫也不一定进监狱啊 现在人家告你诽谤 你就进监狱了 嗯 哎呀 是是是 哎呀 明白明白 哎呀 这个脾气真是重要啊 师父 千万 脾气代表你的 代表你的修养啊 代表你的境界啊 嗯 明白了 明白了 谢谢师父的慈离开始啊 师父啊 那再问个问题 就是师父有开始 有一次开始 要一个癌症的同修 许悦念十万遍 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的圣号 请问师父 这个具有普遍性吗 什么样的情况下 可以这样许悦呢 师父 这个问题 就跟一样 觉得菩萨离你很远 觉得菩萨没有在你身边 觉得菩萨我要求你啊 好像你总是不到我的梦里来啊 或者怎么样 实际上就是说明你这辈子跟菩萨的缘分比较淡 你淡的话你就许愿了十万遍 然后大慈大悲 就在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上 就不停的念 念十万遍 手上拿个佛珠 啊 一百零八遍 就这么 佛珠这么转 转一圈 就一百零八遍 十万遍嘛 很快的 很快的 以百为单位 你说说看不快的很呢 对对对对 对对对 对不对啊 师父他这样念了之后就增加了他和土大之间的余阿赛了是这样吗 这样理解是吗 那的 那的 这个就是马上是这个红旗造战 落骨炫天 变炮其名 变炮其名 谢谢师父的词兵开示 师父有同修说他做了功德后马上用在某一件事情上 因为他怕功德留久了 自己把持不住都入关了 师父这种观念可取吗 没听懂 就是说有同修说他做了功德后马上用在某一件事情上 比如求宵夜 因为他怕功德留久了 自己把持不住都入关了 请问师父这种观念可取吗 师父 实际上他也是一种方法吧 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好 因为你做的功德你用掉了 对了 但是你接下来缺德 你没功德去弥补 那你缺德之后你收的夜报更大 如果你没有用掉的功德你放在身上 等到你下次缺德的时候 你这个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明白了 谢谢 谢谢师父的此理干事 师父你1月7号万一达节目里 师父说有些作家换了三四个名字 就是不停的在调节 请问师父这样会导致魂魄不齐吗 师父这个问题 你自己只要人很正就不会魂魄不齐 你如果人不正你就魂魄就会不起 那师父我们学佛念经的人 你说 你说吧 学佛念经的人干嘛 我们学佛念经的人 师父不需要这样通过改名字来 把我不停的这样换几个 而只要通过好好的学佛心理经就可以了 改一个好的就可以了 是这样吧师父 能改到一个好的吗 最好的呀 很多人就是改了之后不行呀 不行再改呀 你比方说有个简单例子 我们在人间修心也是的呀 你修的不好我们再修呀 这有什么关系啦 对不对呀 明白明白明白 很多人们就是这样的避开的呀 先起个名字 主运好 教到教到教到中年之后 一直到开始命运走叉了 再换个名字 后运好 有这样 很多人们就这样 哦 是是是 明白了 明白了 谢谢师父的 此离开 师父您一个九日图腾节目里 师父您这样说 您的法身以后至少会就一个同修三次 请问师父 这也是命中固定的吗 我们如何努力让师父的法身 多救我们几次 这个问题 就是能够接到气场呀 接到气场嘛 很多方法啦 你比方说打电话 对不对呀 听师父的录音 听师父的法会 直接接气场 全部都是接气场 你跟师父接触的越多 看白话佛法啦 听录音啦 你这个就是跟师父 心和心相应呀 然后这种心相应的话 你就能接到师父的气场呀 明白了 那师父 但是您是这样说 您的法身以后至少会就一个同修三次 这三次就是您 您的心 就是说您慈悲众生的心 我至少就他三次 无论这个同修怎么样 你就会就他三次 是这样的 对呀 你要今天拜师了嘛 就是更多了 其实讲老实话 他只要人证 他的过去的业 师父都会来求 你去看好了 很多人说做梦做到师父的 其实他都是因为现在不造新业 只是他过去的业 师父来帮他 教 是这样的 如果你新业的话 我绝对不会去的 现在还在骂人 现在还在今天做坏事 还在练才 还在不听话 你说我法身怎么会去 他做不到 明白了吗 我明白了 明白了 我明白了 师父 明白 师父 是人 你就必须先用正念去克服他 克服他之后才会成为念念无念 因为你开始的时候 你想把它变成无念来降服他 你明明这个东西是错的 你都不知道对的错的 你还一无念 我无所谓 觉得你刚刚做了件坏事 你说我无所谓 人家把你告到法庭上去 你说有所谓 无所谓啊 有所谓啊 对不对啊 对对对 师父问个有意思的问题 就是说是 这个童修也许是 不知道是啥原因 问师父 就是在1月16日的节目里吧 有四个给师父看头疼的童修 就找师父看头疼的童修 都是属猴的 原来这种师父情况也传在 他说每次头疼节目里 师父看到的几个童修 都是同一属下 请问师父 这只是巧合吗 还是每次节目都安排了 特定某一属下的 更容易被卡出头呢 师父这个问题 这个应该是巧合 巧合 没有什么特别的 这四个人可能也是 你要说 你要说是 是完全巧合呢 他跟天时地利 人和有关系的 有关系 有关系 比方说 这个时常正好是 对属猴的特别好 他们四个属猴都打进来了 哦 因为有 明白了明白了 就像现在一样的 没年狗年了 那狗都犯态岁啊 你说巧合吧 哈哈 所有天象的狗 全部犯态岁 哈哈哈哈 明白了明白了 那师父 您图一家 您的图同节目 哪位菩萨主管啊 师父 图同节目 多了 菩萨都来的 护法城都来 哦 护法城都来的 菩萨们看的 上次那个文书菩萨也来过 哎呀 所以有时候 有时候呢 因为在广播里呢 有些人相信 有些人不相信 所以你问我 这个我一讲实话 那么有些人不相信 就要开始去乱讲 造口业了 嗯 所以这些问题呢 尽量在电话里少问 以后 马会上见的师父 都没问题的 我给你们开地址 开示的时候 都可以问 明白吗 嗯 明白明白 谢谢师父的 此地开示 请问师父 有药精者 他属于外魔吗 如果药精者 在身上 会引起内魔 也就是心魔吗 师父这个问题 当然会了 当然会了 您比方说 这个人本来很烦 但是他因为 还比较开心 所以他就没有烦了 结果外面正好 有件事情 让他烦起来了 他接下来 正好把家里 那件事情 也想起来了 怎么内外 内外 内外一结合 就是心魔 内心魔和外心魔 都一起 魔性上升了呀 哦 明白明白 那师父 我们药精者 他属于外魔 这样理解 这样说对吗 他这样 首先呢 药精者 你不能把它称为魔 嗯对 对对对 这药精者 比方说 讲的不好听 你家里的 过世的王仁台 那些药精 你说他魔啊 对对对 讲的最不好听 只能说他是鬼呀 嗯明白明白 鬼还比魔好听呢 看见了吗 嗯对对 你看这个鬼字啊 这个魔字 多多多多 多厉害啊 你看 你看你看 你看见两个字 你看见鬼怕 还是看见魔字怕了 这个字啊 魔字啊 因为 他那魔字的字 是鬼上面 有两个木 在一个广字旁啊 再做成一个魔字啊 师父 慢慢以后 跟你讲讲 这个字的来源 哦 好的好的 期待呀 师父 嗯 那师父 那师父 我们说药精者 可以这样称他们 冤亲在主啊 这样子 这样子 这样子最客气了呀 冤亲在主啊 这是最客气的啦 对不对啊 你可以称他们 他们会灵性的吗 其实也是一种 比较soft的 就是比较软性的成果 明白吗 哦 明白了 更软性一点 嗯 更软性一点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哦 谢谢师父的词 谢谢师父的词 一开始 那师父啊 请问一下 如果念经是 如果有杂念 会影响念经质量的 百分之多少呢 这样 要看你杂念的多少了呀 嗯 你都杂念百分之九十的话 你经文一点 一点都念不好 对不对 哦 明白明白 明白明白 谢谢师父的 这就干涉 师父 最后一个问题吧 有的人好 有的人好面子 喜欢活给别人看 为了面子 活得特别累 所以要面子 活受罪 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是人的 人的一种嫉妒心 所产生的一种 好面子 因为人有嫉妒心 他是 与生俱来的 他是人的 劣根性当中的一种 嫉妒人家 你知道 你想一想 你嫉妒人家 是不是你就要面子了 对对对对 对不对 你不嫉妒人家 怎么会要面子呢 嗯 对对对 那师父 好面子也是 好强之心 是这样的一点吗 师父 好面子跟好强不一样 好面子的人 不一定好强啊 不能自己不努力 但是死要面子啊 好强的人 他不一定要面子的 对不对啊 这个要分开 正能量和负能量 要分清 刚刚前面你说的 我还要讲一句 就是你比方说 自己的母亲 刚刚过世了 你做梦做到她了 你不能说 鬼来看我了 她是鬼啊 对啊 就会说妈妈咯 过世的母亲咯 所以教法很重要 不要把它 把人家称为外魔 所以很多的教派 看见所有其他的宗教 都叫人家是 邪魔外魔 你这样的话的话 你想想看 人家谁来参加你这个 这个宗教啊 西方教就有些宗教 把所有的其他的宗教 都说成魔 你说实话 谁跟你交朋友啊 你不相信我的 你你就是魔 那受得了不了 对不对啊 对对对 哦 师傅 最后一个问题 大年三十晚上 就是晚守 就是晚被守岁吗 长辈能严寿 请问师傅 这个守岁的时间和 长辈严寿的时间 有什么样说法吗 一般守岁一小时 长辈能严多少收呢 这个外替师傅 总学院学上说 实际上呢 其实上呢 在过去呢 是这么讲法 就是说 年三十晚上 时间长一点 陪着父母亲 那么实际上呢 就是陪着父母亲的 时间长 那么然后 爸爸妈妈 跟孩子时间长了 孩子到底年轻嘛 活的时间长 爸爸妈妈 也会活的长 是由这种说法 开始的 过去 那么然后呢 守岁呢 就是说 我们没有来 也没有去 所以就 延长寿命了 因为年 年三十晚上 到年初一 这是过年嘛 过年当中 你没有过年的感觉 你不是说 延寿了吗 可是 他有很多的 传统的讲法 还有一种嘛 就是因为 这个 帮爸爸妈妈呢 多祈福啦 然后陪着爸爸妈妈 过年啦 一定要过十二点钟 那么 你就是说 这个孝心啊 然后呢 一起迎来 新的年份 那么就是 大家又 征寿 延年征寿 这叫 明白了 明白了 感恩师父了 自立开车 师父谢谢您 感恩观世音菩萨 师父再见 再见 有些问题呢 大家问问 也不是不好 替别人问问呢 很多人听了 觉得很开心 因为他自己 不一定问得出来 所以呢 替人家问的人呢 人家不会觉得 这个人自私 如果你问的问题 问了很多 都是为自己的 那边上的人 听着听众 就会觉得很烦 就会觉得他很烦 很自私的人 欢迎您好 师父好 给您请安 谢谢 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师父您请稍等 有几个问题 请您开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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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呃 请问 在春节 元宵节 还有中秋节 嗯 这些 团圆 甚至大日子 还有 勇气 比较重的 像清英节 中元节 还有冬至 可以给家人 多少一些 自从经文 消灾 即将神灾 吗 可以啊 都可以的 啊 请问师父最多 可以消几张呢 好像过去 有过开示的吧 嗯 啊 我最早的时候 是看图腾 跟你们讲的 好像是21张啊 49张啊 啊 现在想不起来了 我们好像 有个范本的 因为 这种事情 我都不敢 实时做主的 我都要问的 听得懂了吗 嗯 嗯 啊 好 感恩师父 嗯 另外一个是 呃 就在冬至 清明 呃 还有中元节 这些节气 因此不要重的节日 师父曾经开始过 就给自己的 要经者 呃 消送49张 小房子 呃 有的同学 发现这种情况 呃 就是平时 使用21张 然后呢 这些节气 帮来之前 使用49张 反而梦见 更多的 要经者 要导致小房子库存 比较紧张 不够算 嗯 请问师父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嗯 是不是 还是要根据实际情况 按部就班的 21张呢 感恩师父 我问你啊 年关了呀 嗯 过年是不是 要债的时间了 是 你以为人家 随便跑到你家里 来要债的 那些灵性 来问你要 都是你欠的 你过年 关你不还 你不还 留到明年 利息更高 逃都逃不掉的呀 明白吧 嗯 好 嗯 你还是要多许愿一些 是吗 对啊 嗯 嗯 好的 感恩师父 嗯 嗯 下一个问题是 嗯 同修A 撒心做功德 是非常低调 呃 家中的亲人 也是同修 同修B 经常在那个 公修的微信群里 跟大家说 同修A 怎么样怎么样 做功德 呃 然后呢 同修A 知道这件事情 跟 然后呢 就跟亲人B 同修B 说不要这么去说 呃 那请问师父 这种情况下 同修A 是不是会因为 这样的 这个 呃 会不会因此而 功德有用呢 被你搞得一头雾水啊 同修A 同修B 别搞了 你就 甲乙平定 或者张 或者李 以后要这样讲 哦 好 对不起师父 对不起师父 呃 就是 甲同修 发心做功德 很低调 然后他家里的亲人呢 以公 以同修 经常跟大家说 甲同修 做功德很发心 经常就是表扬嘛 然后甲同修 知道这件事 就跟以同修说 你不要这么去讲 那请问师父 这种情况下 甲公德他 甲同修 他会不会出现功德有力的情况 哦 不会的 不会的 他呢 想无相不失 以同修帮他出去讲 不是蛮好的吗 他也不失 以同修也不失 甲同修 是做了这些功德了 他出去讲 他让别人也学着他的样 他也有功德 以同修 甲同修 他又没有少掉功德 他这么低调 他想做无名 无相不失 那更好 没问题的 嗯 啊好 感恩师父 不要去执着这些事情 没事的 啊 好的 感恩师父 嗯 嗯 下一个问题是 嗯 同修做梦 然后梦见 打通师父的电话 师父说 有一位非常精进 红法的同修 家里的经济条件不好 然后现实中呢 这位同修 没有去上班 精进的红法 他的家人是在家里 挣钱养家的 嗯 师父在前一段时间 解答问题的时候 提过 嗯 有些人在工作上 很顺 很不顺 但是红法非常顺利 说明他是专门 为红法而生的 那请问师父 我们一直讲的是 福贵双修 如果家里经济条件不好 导致家中的这个生活不顾 专门去红法对人 是不是有偏差呢 有人反对就有偏差 没人反对就叫精进修行 听不懂啊 啊 明白 那你说法师没人反对 不叫精进修行啊 呵呵 对不对啊 是 法师 法师把家都没了 孩子都抛了 什么都不要了 你说他不好啊 没人反对啊 没人反对 他精进修行啊 家里你还是居士 你家里天天跟你吵完闹啊 家里不顾 孩子饿死啊 老公上吊啊 你跑了 你今天出去红法啊 你当然就不努力不如法了 明白了吗 哦 哦 感恩师傅 明白 啊 下个问题 呃 就是夫妻双方呢 太太是同修 老公呢 不是同修 但是老公通过太太呢 认识了很多心灵法门的同修 然后开始和别的同修做生意 请问师傅 这个算是通过佛友做生意 算是借过敛财吗 这个不是啊 做生意没有看的呀 合理合法的生意 对不对啊 不要说说搞这种 搞这种什么传销啊 搞来搞去 那你是拉人头 你只要不是拉人头的都没关系啊 好 社会上有一种生意 啊真的是一分钱都不花的 就是他们白白赚的生意 哎呀什么 你只要进入他们这个旅行网站了 可以多少便宜了 什么什么 那这种真的是 还加入会费 每个月要交一百块 多少美金什么什么 你这个不就纯粹就赚钱了吗 你拉一个人头 你自己钱就上去 你比方说你今天是卖帽子的 你卖鞋子的 你哪怕卖衣服的 你跟人家做生意 你都不代表你有恋财情况啊 你有处处的 你给人家东西回报的 你那个呢 纯粹是 纯粹是骗人的 明白了吗 明白 感谢师傅 还有一个问题是 请师傅姐的梦 就梦间在教室里面有很多学生 然后呢 突然呢 同学又想吓销 然后就往外边跑 还没跑出去 半道呢 就开始了 然后请问这种情况是悲念呢 还是宵夜账呢 还没跑出去 半道就开始 什么叫开始了 开始什么 就是下乡嘛 下乡开始什么 这个算是宵夜 下乡开始什么呢 我听不懂你最后一句话 叫开始了 那开始看电影 还是开始理发 还是开始吃饭 我搞 搞不懂啊 您之前不是说过吗 我们用这个词嘛 用下乡 下乡 对啊 下乡 对对对 对不起 我没听懂你讲的那个话 下乡 就是到卫生间 再讲一遍 下乡呢 就是上卫生间 不要讲话 对 那个词不叫下乡 叫 比方说啊 叫下乡 下乡的话呢 就是在 在你的身体 肚脐炎以下的部位 海线 这种都是下乡 所以你在卫生间的时候 比方说在 啊 这个上厕所的时候 你不要去跟人家讲话 一个浊气 容易吸进去 对不对呀 第二个 你在排阶的时候 你下面在下乡 在走气 在漏气 你嘴巴一开口 又漏气 上下一起漏 你这个人 就不行了 你其实你们都不知道啊 你你就是 有时候到卫生间 你去大姐出来的话 你会浑着觉得 好像有点累啊 好像没力啊 你们有这感觉吗 嗯 嗯 所以啊 所以不能再讲话了 卫生间你不要去讲话 还聊天哪 很多人 一进卫生间 啊 吃了吗 哈哈哈哈 饭吃了吗 感恩师傅 哈哈哈哈 哈哈 感恩师傅 如果是在做梦的时候 有这个就是 身体排气的 就是 这个情况 这是宵夜呢 还是悲夜啊 嗯 在干什么时候啊 吃饭啊 做梦 在梦里 啊 在梦里 这个 这个很简单 这个说明 他的身体正在运行当中啊 没什么问题的 这个呢 排气以后 你们就叫一个 好听的词呢 叫下风 OK 好好好 明白 你们都学的 所以 所以 没关系 所以很多人真的不懂啊 没文化 在这广播里啊 在电 在跟人家讲话 那个字不能出来的 啊 啊 那个诗笔不能出来的 诗笔啊 啊 啊 诗体的诗 啊 非常非常感恩 你们都要学的以后 越来越文明 学佛的人过去 在庙里啊 在在一些高级的场所啊 他都不能讲这种 很烂的字的 这种字出来 人家会觉得 你很没有修养的 明白了吗 嗯 感恩师傅 对 非常非常感恩师傅 一直在 嗯 弘扬我们中华 传统文化 对啊 有了网络 传播速度更快 对啊 估计之带 你们去高博 刘金华 非常感恩师傅 学了很多东西 非常感恩师傅 我还要讲一个 给你们听听的 你表扬我 我现在 我现在先嘎嘎 先嘎嘎 又要跟你讲了 哈哈哈哈 就是 就是 比方说人家问你 你尊姓大名啊 尊姓 尊姓呢 就是尊的 就是你尊贵的 姓 你 这个 大人 大德 大人的名字是什么 尊姓大名 那么对方的回答呢 一定要叫免贵 免尊 姓王 免尊就是我 哎呀 没有什么尊贵的 免尊姓王 或者尊贵啊 说啊 这个我免贵 免贵姓张 都可以把这个贵字去掉 实际上也是一种礼貌的语言 听得懂吗 但是呢 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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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人啊 他连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免贵 他都没听到过了 人家说你尊贵 尊贵姓啊 人家问你贵姓啊 对不对啊 他问人家 他说你贵姓啊 对方告诉他 免贵 哦 你姓免贵啊 哦 你就是免贵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真的啊 不是开玩笑的 你 你叫免贵啊 哈哈哈哈 你看看师傅 师傅 师傅 牙齿里边有一颗牙没了 就是这么笑掉的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 其实我也跟您 跟您说一下 一个比较有意思的 因为上一次我打通电话 我刚好 就走开一下 然后我就跟我老公说 我说麻烦你帮我 就是播电话嘛 因为他还不大会讲嘛 我说你要打通电话 我说你要打通电话 打通 你就说 那是路 等等 等等 我就跟师傅 等等就行了 其他什么都不要说 然后呢 他那天他没有打通 我打通了 然后 然后第二天早上 那个就是突然间 他就出去玩 然后就回来 就说哎呀 我想通了 那个我以后开车呢 我不死定了 因为就是这个 这个还是不大好的 然后就 我们就是好多年 就是就因为 他开车就特别快嘛 因为在高速上 嗯 就是开车就比较快嘛 然后就一直一直就吵架 然后就没想到就是他就帮着我给师傅打电话 既然没打通 这个都有加实力 我觉得哎呀 这不大就太起碑了 知道就好了 这样敢 我跟你们讲过的 其他人是接地气的 很容易吵架的 啊 接地气 对对对 听得懂吗 啊 好吧 啊 恭喜你 啊 师傅 还有一个 还有问题 请稍等啊 那个 呃 就是我们今天在电视里看到很多魔术 就是那种魔术师对我 有非常有名的魔术师 是真假难辨 请问师傅这些魔术师真的是有一些超常 就超乎常人的能力吗 一般可能是拿得到来的呢 哎呀 这全假的 魔术都是假的呀 什么超乎能力啊 想象力比较丰富 然后呢 自己锻炼的力意志比较强 就是手快呀 这怎么稀奇的 今天练呀 练得你眼睛